与佛弟子神通地 在佛的弟子当中 他是神通地 佛弟子里头有神通 他常常展现神通 可是释迦牟尼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 不以神通做佛事 为什么 如果以神通做佛事 就会有冒充佛菩萨的 这个事情发生 妖魔鬼怪都有神通 所以佛一讲经教训 那他们就没法子了 佛一戒律 讲经教训 用这个方法来教化中心 那么这是 这是世间的正法了 邪门外道他做不到 制度论里头 有这么几句话 如舍利弗 于智慧中的 墨建年 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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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国人一般讲 通灵 感应 这一类 在六种神通里面 神族通 是最高的 他能飞行 他能变化 中国人呢 看西游记 看宋悟空 宋悟空就神通 实现的神通 不过他那个通很小 你看那个书上写的 他只有72遍 72不应该是数字 如果是数字的话 那他的能力就非常有限 如果是表伐 那就讲得通 神通 广大了 真的是 自在无碍 墨建年呢 在佛弟子当中 有这个能力 又说 舍利弗 是佛 右边 弟子 墨建年呢 是佛 左边 弟子 右边 是智慧 左边 是神通 智慧跟神通 合起来 就圆满了 那个叫发众生的能力 真的自在无碍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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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